新竹市光华一街 7号晚间两名男子疑似喝了酒起了冲突 其中一人对着另外一个人的头猛踹 让附近店家吓坏了 立刻报警 没想到远景全副武装前来劝离动手男子 疑似动作太大 凡被民众误以为警方动用私刑 警方只好透过了密露器还原经过 两名男子在彩券行外 疑似因为酒喝多了起口角 其中一名男子不生酒力醉倒在椅子上 这时另一名男子突然伸出脚 就是往他的头上猛力踢下去 而且还踢了好几十下 吓坏附近店家赶紧协助报警救人 事情就发生在7号晚间8点多 新竹市光华一街的一间彩券行外 两名男子爆发冲突 其中一名男子被对方用脚连番踢头 检方获报后 全副武装赶抵现场 没想到在劝离施暴者的时候 疑似动作过大 被一旁的民众误以为在动用私刑 放上网路引发争议 发现被害人有点伤势 那我们立刻通知119 到场处理 在此特别澄清 因为原警到场完全没有对被害人 或者是加害人做一些不当的言行 这下误会大了 救人的被函打人 警方公布密录器 还原真相 要来捍卫人民保姆的形象 记者徐志谦 新竹报道 记者和誉资讯 交无证 公布局 马换 费